余佳说,很高兴有机会来采访你 我知道你提出这个中共跟中国要区分开来 我觉得这恰恰是切中了要害 而且我感觉到习近平在2020年纪念抗日战争 胜利75周年的时候 他提出有五个中国人民绝对不答应 其中有一个就是说 如果有人要离间中国共产党跟中国人民的关系 那么中国人民绝对不答应 我觉得他为什么会这样提呢 恰恰就是因为你在之前提到 中共跟中国是应该分开的 所以我觉得你是切中的要害 恰恰就是他说的五个不答应 就是中共的软肋 所以我是应该很高兴 有机会来亲自来请教你 请你把这个问题讲得更透气一点 我觉得这个问题为什么要讲得透气呢 对中国大陆的老百姓来说 他们需要知道中国跟中共不是一回事 对海外的外国的学姐来说 他们也应该知道这样子 因为为什么呢 我感觉到在西方有一股力量 他们是比较同情中国的 因为他们同情中国 所以他们往往会对中共 会采取一种继静主义的态度 一种政策 那么假如他们能够把中共跟中国分开 那么也许他们这种继静主义呢 就会小一点 因为我感觉到美国是传统上是有一股 比较同情中国的一种情绪 就从蔡佩尔巴克开始 他们佩尔巴克那个大帝 表示对中国人民很深厚的感情 那这种感情呢 往往呢 由于你以后没有把中共跟中国分开来呢 这种感情会转化为对中共这个政党的一种继静主义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区别很重要 无论是对中国大陆的老百姓来说 或者是对海外的政界学界的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想希望请你把这个讲到更厚去一点 陈先生非常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 那么你刚才提到这一点就是怎么样这个中共和中国人民要分开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明白不过的这个大道理 很多人都知道 因为为什么呢 这就是中国的现实 是吧 中国老百姓他在中国国内的生活 他跟共产党的这个有根本的利益的冲突 共产党也知道这一点 所以说他实际上共产党他统治最 对共产党统治最具有威胁力的这个力量 就是中国老百姓 所以说中国共产党他对中国老百姓的镇压 管控是不遗余力的 我们经常讲中国共产党的所谓的维稳 就是搞政治稳定的这些经费 是大大大于他的国防经费 这就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深刻的惧怕 但是呢 他也要挟持中国人民 好像是他是代表中国人民 这个事情呢 实际上我们这个 有中国生活经验的人 在中国人的这个文化政治圈子里面生活过的人 是离不了然的 那么你刚才讲了另外一点就是 这一个非常基本的事实 如何能够在这个国际关系上 尤其是在美国对华政策上反映出来 这个是非常不够的 所以说呢 我能够有机会进入美国的这个政府 在制定对华政策上 把这一点拨乱反正 就是我们跟中国的这个交往 要基于一个基本的事实 就是中国共产党 它是 它不是代表中国人民的 我们开始提出来的时候 不是非常的这个 这个明显的提出来 我们只不过 画龙点睛点到为止 没想到我们这个一提出来 稍微点出以后 共产党的反应是非常剧烈的 因为这个正好点住了他的痛穴 那么我们就知道 那么这一点正好是他们非常这个这个害怕的 因为什么这个 中国老百姓对共产党的管控 实际上在深层里面是非常愤怒的 这种愤怒的情绪 所谓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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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量是非常巨大的 所以说共产党他为了保住江山 他要不遗余力的继续欺骗国际舆论 继续欺骗中国老百姓 一般一方面把老百姓的嘴巴堵住 不让他们说话 把他们双手绑起来 另外一方面他要说我们代表你 所以说呢 这个呢是一个是一个流氓政权的非常具体的特征 那么这一点呢 我觉得这个在美国对华政策上 在川普总统任期之内 我们在一系列的问题上 都尽量的把这个分析讲出来 另外我们做的这个两个方面 第一点就是要从这个理念上搞清楚 所以说呢 要把这个问题呢 从这个美国政策的这个表述上就要提出来 所以说这个国务卿 蓬佩奥国务卿 他在这个多次讲话中间都提到这一点 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两回事 我们对华政策的时候不仅要跟中国政府打交道 而更重要的是要跟中国人民打交道 我们反映出来的这个政策 代表的政策 也一定要以中国人民的这个利益为重要的指标 那么这是讲话 那么讲话讲了好几次 然后这个中共对蓬佩奥的讲话是非常的老碌 这要更加证明我们是说的是非常正确的 而且很道点 第二点就是在这个 在美国的一切的政策上 我们也是采取这个方法 你比如说在这个 在尤其是移民问题上 在对中共的高官的这个惩治上面 我们不是惩罚中国人民 在这个对中国的高官 那么在川普政府里面 对中国高官的这个制裁是空前的 而且对代表中共利益的一些国营企业 他们对这个违反最基本的人权方面 我们采取的这个制裁也是这个 非常的这个多了 而且这个我们是做的非常明显的 这就说明了就是我们在一系列的政策上 是这个把中共和中国人民分开 除了跟中共直接打交道之外 我们跟他们讲 你们跟我们打交道 不要老是讲这个 你代表中国人民 这个你是十四亿中国人民的感情 也就受到伤害 这些说法对现在的这个美国政府 基本上没有什么说服力了 就是他的这些说服力呢 也是显得非常苍白 所以说呢我们做了一些事情 然后呢对中国共产党一些政策 在香港问题上 剥夺香港的自治和自由 在新疆问题上 对维吾尔人进行全方位的这个种族灭绝 在台海问题上 他是不断挑衅国际准则 在南中国海问题上 也是不断挑衅这个国际准则 对全世界的这个这个知识产权的盗窃上 对这个全球这个供应链的 不一一律的控制的这个这个程度上 我们都加以一系列的反击 所以说呢这个川普政府呢 这个美国的自由派民主党对我们 攻击我们说我们有中国 对中国的一种一种态度 而没有一种政策 这完全是错误的 我们不仅对中共有一种态度 我们也有政策 这些政策呢是非常具体的 非常具体的 而且是反映某种理念的 这种理念在美国对华政策上 70几年将近50年以来 这是第一次 我们是拨乱反政 所以说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呢 其实很多 但是你刚才讲的这个 把中共和中国人民分开 这个呢是我们在理念上的一个 非常重大的一个说明 对 但是我想知道林格德 刚才我讲了 从赛珍珠开始 Pill Park开始 他的一个大地影响了整代 这个美国人对中国人民的好感 对中国人民的灾难的同情 那这种对中国人民的好感跟同情 现在已经转化成为 好像是有一股 在学术界也好 在政治界也好 产生一种对中共的输政主义 所以你觉得这个 怎么样来解决这种情况 这样子啊 就是说这个 美国对华政策的阻止呢 它受到了非常这个深刻的历史的这个和文化的这个影响 第一个呢就是美国这个立国呢 它是这个十八世纪这个启蒙运动的产物 启蒙运动就是它对什么呢 启蒙运动对中国呢 它由于它要当时在欧洲它要反复专制政权 所以它就用这个基本上一种幻想的这个方式 把中国当时的政治体制政治理念和它的统治模式加以理想化 它把这个康熙乾隆时期的这个康乾盛世 它把它觉得这是最理想的 是吧 是哲学家治国 然后在皇帝呢也是非常仁慈的 也通情达理 这个呢实际上对中国的这个现实呢 它是一知半解 但是这个对当时的这个在欧洲反专制呢 实际上起到很大的作用 就是说这个他们现存的这个制度呢不行不通 所以说它要引进一种非常理想化的从外面来的东西 这是我 那么美国呢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产物 它当时呢也受到这样的影响 所以对中国的这个政治统治模式呢 它有一种这个非常理想化的这个东西在里面 所以说呢 而且美国呢它不像英国 英国在19世纪中期的时候 它跟中国呢它有很多这个商业上的这个接触 它接触东西也很多 它从实际角度上来接触 它发现中国这个帝国啊 不是那么理想 有贪污有腐败 官僚统治呢这个非常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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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效无能 而且是专制 所以跟闭关锁国 跟现代社会的潮流呢 基本上格格不入了 那么在军国呢 它有一个比较这个现实的对华政策 那么 在美国的这个这个这个 意识形态里面呢 它一直有一种这个反对欧洲的那么一个 那么一个思想和文化传统 所以它一直想跟这个欧洲的所谓当时的帝国主义 有不同的做法 所以它对中国呢 一直是非常同情的 这种同情呢 它实际上是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这个一种同情 对中国政府呢 它没有什么同情的 因为清朝政府都是非常腐败的 他们也知道 那么 那 赛珍珠呢 它代表的一种思想长流呢 是 一种主流 这种主流呢 有两个因素在里面 第一个因素就是 十九世纪美国大量的传教士到中国去传教 传教士到中国去 就是传教士的这个使命就是 就是拯救受苦受难的人民 所以它是以一种这个高度的文明来拯救未开发的人民那么一种东西 理念很好 东西很纯 但是呢 在赛珠的笔下 中国的农民永远是非常消极的 是非常诚实 这个勤劳 但是呢 没有一种这个对自己的权力的一种主动的追求 没有这个这个对政治权力的一种挑战 这些都没有了 所以说 这样子的话 也给美国的这种文化主流呢 提供了一种心理上的安慰 就是我们可以去帮助 政府受难的中国人民 那么这种非常 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呢 它忽视了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呢 就是中国近代史啊 它自从武士运动以来啊 它有另外一种思想潮流 这种思想潮流就是什么呢 不是说永远是消极被动 然后这个任劳任怨 认同自己命运的那么一种 像亡农似的那么一种 农民心态 50年钟以来 大家都是 就是在维护自己的这个权力 所谓德先生 赛先生 法治 中国现在这个 你说这个限制啊 搞宪政 这个是搞了一百多年了 所以它这种思潮呢 在美国的这个学术界 实际上是没有被认同的 对这种这种 宪政的认识实际上 的人在美国的知识界是很少很少的 除了当年的这个杜威 杜威先生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哲学界的大师 是胡适先生的老师 他在中国去的时候 他在这个胡适当中百大校长的时候 他在中国去看 他就看到中国呢 这个时代在变 不是像以前这个这个 赛珍珠啊 或者不是赛珍珠写下 或者是传交士写下的 那些中国的这个受苦受难 忍辱负重的这个农民 而是对自己的权力有一种 主动诉求的一些中国人 跟世界上其他人都一样 所以当时他就提出来 中国的未来呢 是在中国的未来就是联邦制 各省自治 就当时 湖南始大自治运动 这个胡适还 这个杜威专门跑到湖南去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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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陈宝珍他们做的这个湖南自治运动 这个是中国 他说中国的这个 这个未来就在这些地方 可惜呢 那个自由主义传统呢 就是刚才我讲到这个 这个 是在美国的政界 学术界基本上 是不受重视 这就是两个根源 一个是传教士的根源 一个是自由主义的这个根源 他这个呢 就是受到忽视 那么这一点呢 我觉得 在美国的这个 对华政策上面 他没有受到忽视 没有受到忽视 那么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 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上 它有一种这个先天性的 理念上的不足 这个是跟文化 历史传统有关系的 嗯 那么美国具体的对华政策呢 从共产党上台以后呢 它受到影响 你有一种第三支的这个力量 这个第三支力量什么呢 就是说 这个是 就是美国的左派 美国的左派呢 起源于美国的所谓的进步运动 所谓的 progressive movement 那么这些进步运动呢 他们是从美国中西部开始的 他就觉得美国呢 是资本主义这个 呃 那么大垄断 大财阀垄断 那么农民的受苦 所以说在他们的理念里面 一直有这个 这个 就是呃 进步人士 反对这个反动派 那么你看这些词汇 进步和反动 这都是这个受到共产主义影响的 这些词汇 所以说这些人 像非正清这些人 他们都成为了这个美国 这个三十年代 四十年代以来的 这个美国对华政策圈子里面 中国专家里面的一些主流 这些主流由于二战期间 中美之间的这个军事文化 呃 这个情报交流的这个不断深入 这些人大批涌到中国 所以他对 用他们自己对美国的这个 这个现实的一些看法 进步主义的看法 把中国这个问题套在里面 所以说他就说 这个农民 有关的共产党领导的农民 是进步人士 国民党是反动派 所以他们看到这么一个大斗争 这样子的话 就把这个美国的对华政策 现在引入了一种歧途 这种歧途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美国的这个政策呢 一定要和这个进步人士 站在一起 那么什么是代表 这种进步人士的力量呢 那就是这个 中国的老百姓 中国的人民 那么中国的这个共产党 所以说 在共产党的这个政治宣传里面 他们非常知道这个 怎么样把这个国家和人民分开 这是他这个取得政权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所谓的法宝 他搞统一战线就是这样 对 所以他当时制定了多权的时候 他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一个论点 就是要把国民党政权和中国人民分开 对 他自己掌权之后呢 如法炮制 而且做的 做的 如火 如火存清 如火存清 所以这样子的话 那么我们就会反其道而行之 他就是一个反映社会现实 那么现在美国这个 由于左派这个非常势略 对这个美华政策 对美国对华政策呢 做出一些错误的判断 再加上这个美国的政治上的一些 70年代政治上的一些运作 尼克松上台之后呢 他有很多这个 美国需要应付的一些现实 那么就一个是这个冷战 另外一个是越南战争 第三个呢 尼克松还想当 重新当选总统 1972年重选 这就是为什么他对中国到中国去呢 做了一些非常实际的 没有任何理念性性 理念性质的一些交易 跟中国做了交易 这个交易的就是1972年以来的 所谓的尼克松基辛格的 这个对华政策的一个基调 这个基调就基本上就讲 我们要求同存异 我们要跟这个中共呢 在共同利益上的合作 对于不同的政治意识 那方面的东西 我们搁置不管 就是把它放在一边 比如说这个人权啊 这个美中关系的这个知识产权啊 台湾问题啊 这些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冲突问题啊 这个宣传啊 这些东西我们基本上 都没有在美国政府 对华政策里面反映出来 所有的反映出来的最重要 都是一些比较这个实质性的 商务性的 这个transactional 这些东西 那么这个 这个 这种对华政策的这个框架呢 从根本上就是有错误的 所以说呢 这种错误一直延续了八个总统 到了川普总统的时候 才加以彻底的改变 那么我有幸 能够参与这种 这个巨大的变革 不乱反正 所以说呢 我们对这个 美国的对华政策 要有一个历史的 这个 思想理念上的一种认识 这样子的话 才能够达到另外一种深度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 川普的这个 川普的这个对华政策呢 他不是能够轻易受改变的 因为他是有很有深度的 民主党上台 基本上他非常憎恿川普 他对川普的一系列政策 他可以这个 做出非常大的这个调整 但在对华政策上 他没有办法 一下子把它流转过来 而且在基本的原则概念上 全部继承了我们当时做的一些事情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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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出了这个McCaffey的主义 对那个时候已经对共产党员 或者是在美国有可能 亲善共产党的一些官员和学者 做的和亲礼 那么在那个时候 Fairbank就出来搞了那个Fairbank Center 开始呢就是培训亲共的学者 那为什么在大政策背景是 是反共的情况下 还会有像Fairbank这样的人出来 培育一大批亲共的学者呢 这个跟美国的这个政治上的一些这个 一些这个运作的这个程序很有关系 就是说麦卡西主义呢是50年代 这个就是美国和西方世界 对共产主义的一种非常深刻反思的一种产物 美国对华政策它有很多这个 情绪上的这个投入 你比如说刚才我讲的这个 这个团教士心态 对中国人民的同情 美国自由派呢 它对中国呢也有很多一些想法 在那么大的一种情绪上的投入 共产党是完全由于民主党党内 重用了这个共产党的间谍 那么这个指控呢就是非常的厉害 那么这个指控呢就是说这个 呃由一个政治家提出来呢 这个是不恰当的 因为如果说是间谍的话 那么你应该从反情报机构里面 是一种这个行动上的一种 这个executive option 是吧 你不是由政客在政治上来提出来 所以说这个呢就给这个自由派呢 造成一种口实 就是什么呢 由于麦卡斯主义 麦卡斯参议员的一些 这个一些方式上的失误 然后这个 这些亲共的这个自由派呢 他就觉得这个 你看我们一 他们反对言论自由 他们是这个 呃随便指控 所以说呢 就跟这个美国的反共事业 对于在美国的这个 对共产主义的思想上的任上呢 就造成了一种一种阴影 因为不管你对共产党 重新有一个什么认识 他就说你是麦卡斯主义 所以这样子就吓坏了很多人 在知识界 在这个政界 在这个学术界 很多人 对共产党的一些 非常恶劣的做法 尤其是对他们自己 以前的一些 模糊的认识 要重新反省的机会 他都不敢去 去去去去 去这个 去享受 有什么 他一做这些反省 他就觉得你跟麦卡斯上一种 所以说呢 麦卡斯主义 实际上是对美国的这个 反共事业的一个 最大的危害 这个危害呢 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事 但是你要看 苏联共产党解体之后 我们看到了很多档案 解灭了很多当时 看不到的一些 非常机密的一些 情报档案 那么 从事实上来讲 麦卡斯主义当时的指控 这些名单上 他基本上都是对的 不是说百分之百对 他的指控都是对的 就是他这种指控的形式 在政治上 想要自己捞一把 这个呢 实际上是非常 非常不明智的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 所以麦卡斯主义呢 给像费真卿这样的人 一种机会 这种机会呢 就让他们获得了一种 一种 这个 重新 这个 这个发展 光大的 一种 一种机会 所以他能够在学术界 培养一大批 中国问题专家 这中国问题专家呢 他们输送到 美国的这个 对华政策的 核心位置上 国务院 国防部 这个白宫 所以这些幕僚 这些人 中国问题的专家 长期垄断了 这个 这个 这个美国对华政策 一些基本的 这个 这个调子 那么这样子的话 对美国的对华政策 造成了 不可估量的损失 但是我要指出来一点 就是说 我想这些东西 不是对费真卿先生 个人的人身攻击 费真卿先生个人呢 我觉得他还是一个 正人君子 他做了很多事情 都是他觉得 他自己是 在做正确的事情 但是呢 他在他这个 去世之前 发生了天安门事件 天安门事件 对他震动很大 而且他以前 对他这个 被他这个批判 这个压制的一些 学生和同事 都指责费真卿 说你看 你又搞错了 在他死前的 这个一系列的 这个著作中间 尤其他最后写的那本 那个 那个中国通史 对 他实际上 对他实际上谈了 他说我有很多事情 是错了 嗯嗯嗯 他也写了一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 这个还是美国 中国问题有一个非常切贴的 正确的认识 而是对美国自己 学术界的圈子里面内斗 他们非常积极 所以很多人 这个清华的人 他不仅就是 赞同共产党的一些做法 他是对 反对共产党的这些美国的学者 他很不高兴 一辈子就做这些 这些这个无聊的这个 内部斗争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 这个是非常不幸的 嗯 是 而且呢 就是 嗯 因为美国已经历史上已经有几次在讨论为什么失去中国 那么这个这个到了72年李克松去的时候 他们为什么又这么readily要放弃台湾呢 这种这种这种跟学术界的思想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主要就是一种交易了 李克松总统做事情就是他是一种交易的东西 比如说 呃 呃 这个这个 你来我 你上网来 你来我往 然后呢 双方把这个自己的牌晾出来 你需要我做什么 我需要你做什么 我们中间打出一种协议 当时呢 台湾问题呢 是 是这个 不是在尼克松总统里面 呃 他的这个 政治 这个呃 优先项目里面的一个主要的东西 他当时优先的东西就是三个东西 一个是这个这个 这个大连战反苏联 第二个呢 就是从越南战争脱出了脱身 第三个呢 就是他要这个 呃 1972年的总统的这个重新选举 他要再获连任 那么这个呢 实际上这三个东西呢 是他最关键的问题 所以他 他反苏联 他需要这个 这个 中共的这个帮助 那么从越南脱身 更需要中国的帮助 1972年的总统这个 这个重新大选 他更需要中国的帮助 因为什么呢 他如果说不能从越南脱身 他1972年中选大选 就很难 很难实现 所以说呢 这个要达到这个这个 他的最主要的政治目的 就必须要跟中共搞妥协 搞求同存疑 做交易 那么中共也看透了这一点 所以这个这个 呃 得寸进尊 就说 那好 那么第一点 我们可以共同反苏 第二点 我口头答应 跟你帮助说服越南 实际上中共也没做到 第三点 那么我们希望你 这个 这个 跟台湾的关系要降温 最后呢 从台湾撤军 那么 基辛格 考都没考虑 就说可以 这样 实际上就是这么一种 这就是 台湾的这个 实际上是 大国交易的牺牲品 不讲原则的牺牲品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是要 重新认识 这个 新的国际形势 尼克森总统 当时达成了一种 跟中共的一种 交易的一种模式 在美国 涉略了50年 对美国对华政策 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川普总统上台之后呢 我们就提出来 一定要拨乱法阵 要把它改过来 因为什么 72年的那种政治框架 已经不存在了 苏联早就解铁了 这个越南战争早就结束了 是吧 中共的这个 这个在越南战争上的 达成的承诺 他也没有这个 这个认真地去实现 第三点 尼克森1972年的选举 早就成了过往的事实 而且正是因为尼克森 对于1972年的 重新选举 过分的热情 最后 他被迫辞职 做了一些非法的事件 随便事件 就是这么造出来的 所以说呢 由于这个 1972年的 这种中美关系的 基本框架 根本就没有历史环境的 这个必要性 所以我们要改变 那么新的事实是什么呢 新的事实就是什么呢 就是 中美之间 他的这个交易呢 已经完完全全 是百分之百的扩大了 根本就不限于 在这个国际政治上 一种权益交集 他设计的领域非常之广 不仅仅是这个 这个大国战略 像这个韩国 像这个北朝鲜的 这个核武器的问题 像伊朗的问题 叙利亚的问题 除了这些之外 大国的一般呢 是通常的国际等等 中美之间的交易 还有非常深刻的 经济上的交往 这个知识产权上的交往 技术上的交往 这个文化上的交往 留学生 中国在美国留学生 世界第一的 而是大大超权 超于任何一个国家 那么中美之间 还有知识产权的问题 这一些的问题 都是大大超 尼克松1972年 这种政治框架 不可能覆盖的 所以我们要跟中共 动行全面的接触 我们要不仅要在 这个经济上 继续这个交往 还要讲新疆 还要讲香港 还要讲人权 中共一定要这个 要习惯于这样的 一个做法 这个第二点 就是说这个 台湾已经不是 1970年代的台湾 台湾是已经是一个 非常民主化的 一个台湾 有真正自由的 一个地区 而且台湾的 对世界的贡献 已经是非常不小的 台湾是对世界的 全球性的经济 对全球的公共卫生 台湾是一个国际上 一个非常负责任的 一个成员 台湾的国际空间 绝对不能因为 中共的淫威 而受到限制 所以台湾呢 实际上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台湾是中国人的 文化圈子里面的 一个楷模 他做的很多事情 对中国大陆的老百姓 对中国的民主化 有非常巨大的启发性的作用 这就是为什么 实际上中共 他现在要加强 对台湾的一些 这个压力 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台湾对中国大陆影响 太大太大了 他不想让老百姓 知道台湾民主的真相 所以说他要采取武力 他要对他进行 全面的打击 再有一点就是说 台湾已经不再是 这个中美台关系的 上面一个小棋子而已 因为台湾的经济实力 技术实力 已经是非常强大的 它可以对美国的 这个全球供应链 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说 你为什么呢 就是台湾不仅仅是在国防上 在这个政治上 依赖于美国 而美国在很大之中 也依赖于台湾的科技 它的人才 是吧 你比如说 这个台积电 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所以台湾的这个 有非常强大的 技术精英 这些技术精英呢 它都是对美国的科技 有很大的贡献 而且台湾的技术上的投资 那么当然是很重要的 所以台湾也是美国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 所以我们在美中台的关系中 不应该只着眼于这个 美国和中国 而更应该着眼于美国和台湾 美国到台湾的关系 应该是独立于美中关系 这个呢 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川普政府里面 我们做到一个 我们力度做到一个 而且我们在很大程度上 已经建立了一种框架 那么在这种一中政策的框架上 我们尽量把美台关系 和美中关系读得出来 这是一个我们非常长足的一个成就 所以我个人本来也感到很自豪 但是民主党有些关键人物 好像还是准备随时放弃台湾 比如说维基解闭故事说 希拉里的电邮里面就发现就是 Sullivan曾经向他建议 放弃台湾来放弃中国的国债 这个免掉美国的国债 那么希拉里的电邮回复就说 This is an interesting idea 那么就说明他们也是 心中还是想到随时要放弃台湾来迁就这个中共 随时想放弃台湾呢 这个主要就是中共对美国施加压力 说我们台湾是红线 那你不能跨国 就是说你怎么样这个界定中美关系 这实际上对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答案 你为什么你如果说这个一位迁就中共的所谓的这个红线 那么你当然可能必然的这个结果就是要放弃台湾 那么美国政府呢实际上这个认真真考虑放弃台湾的这个 这种人是不多的 因为这个政治代价很大的 台湾在美国的政治上在美国社会 它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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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面的这个这个这个程度是很高的 那么美国的民众美国的老百姓 它对台湾的这个印象好于大陆 对大陆的印象 那么美国的这个国会啊 是美国这个这个这个外交政策的最根本的最后的这个这个 这个法律的这个源泉 那么他们现在在在制定有关台湾的问题上 他们是通过所有的法律 基本都是百分之百的票数通过 再反映到美国人民的这个意愿 所以说呢 不管是希拉力或者民主党或者共和党 你要是因为迁就中共而放弃台湾 这种这种这种要付出的政治代价是非常巨大的 我想没有一个明智的美国的政治家 他会做出这样的这样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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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策 七十年代的可以可以 那个时候也有这个政治代价 比如说为什么这个七十年代金英格尼克什麽放弃台湾 他们会偷偷摸摸的 偷偷摸摸摸拖了大概是快点十年 最后才放弃 这就是因为这个政治代价 对美国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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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信誉的打击也是非常巨大的 所以说我看不出来现在在美国的政界 在短期内要放弃台湾这是不可能的 尤其是中共对台湾的这种打压 他现在最近的打压越来越厉害 这样反而造成相反的效果 是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这个呢 这个中共呢他这个反其道理行政 而且川普政府的时候 我们对中共的这种压力 没有丝毫的退步 而且我们是采取一种比较积极的进步 比如说中共说这个 美国军舰一定不能这个穿越台湾海峡 那么在川普政府以前我们就是也穿过 但是每次都非常照顾中共的感情 而且这个找很多借口 我们因为天气源用不怎么改道 那么川普政府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理他这样 我们说这个台湾海峡是国际海域 国际海域任何船只 都不需要任何国家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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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允许 那么我们就美国军舰穿越了台湾海峡 不止一次不止两次不止十次不止二十次 这样子的话我们一做 那么盟军的这个军舰他们也随着做 因为这是国际海峡 这个是名正言顺的 那么我们实际上现在已经把国际海峡国际化了 台湾海峡国际化了 台湾海峡国际化对台湾的防御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随时在那边这个游异是吧 这个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就像这个就是造成一种 这种实际上的这个威慑领导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是天经地义的 我们这样一做 那么美国一领头 一展示他的军事领导地位 全世界的民主部下都跟进 甚至连北约他也跟进 北约他在这个破天荒来 在自己的这个正式的文献上说 台海地区的这个和平和安全 也是北约的这个考虑 那么这样子的话 就是说中共他身上是非常孤立的 你刚才提到这个 中共为什么对这个我们提出的这个 把中共和中国人民分开 反映如此的剧烈 其实上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中共他自己也是感觉到非常的孤立 嗯 这种孤立的已经形成了一种 形成一种内心的巨大的恐惧 所以说呢 我们一说中共跟中国人民分开 他非常害怕 因为实际上 中国人民对共产党的这个仇恨 对他的这个反弹 也是非常巨大的 这个呢 是任何事实都掩盖不了 你看共产党现在这个 他自己他就有点 都好像有点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做不住了 他非常害怕老百姓起来 尤其在技术发达的今天 嗯 已经不像以前那样 在一个地区 一个省市 一个市发生的事情 不可能完全的捂住盖子 嗯 现在在中国发生一件小事情 那么全国都知道 嗯 他中共对付的一个唯一的办法就是 高压高压高压 嗯 那么这种高压式的这个这个政治统治 实际上 在某种程度上是非常不明智的 嗯 他没有这种这种缓冲的话 中共内部的自由派都没有消失 都消失了 那么实际上对他自己的政权 也是形成压力很大的 嗯 嗯 再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想看就是您怎么看 所以中共 呃 二十年来对香港的改造 把一个本来是很自由的 就是讲究法治的地方 改改变成为一个不自由 专制的地方 而我自己看到的 中共改造香港的各种手段 各种方法 现在正在不同程度上应用于美国 英语英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那么 在这些国家 这些国家本来 这个制度有很多好的地方 比如说 开放性啊 言论自由啊 定期更换领导人啊 这些本来是这些国家好的地方 应该我们要很珍惜的地方 但是呢 这些好的地方 在共产党的眼中 恰恰是你们的弱点 因为 提供他很多机会 来顺度这个社会 来参与这个社会的改造 比如说现在 很具体的就是 每一次选举的时候 他都有机会上下其手 来通过这个 买票啊 或者是影响这些选举等等 来进入你们这个社会 来改造你们社会 那么现在出现很多 所谓的 传媒 他们制造出来的传媒 在美国散播各种各样的 对他们有利的东西 那么你们制度 在西方制度上 本来有的一些优势 现在给中共充分利用来 渗透美国社会 那么这个你们会有些什么 对 这样看啊 就说这个 你刚才提到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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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非常重要 就是机会 机会 机会很重要 美国和苏联打冷战的时候 打了几十年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现实 就是美苏之间的冷战 几十年的冷战 它基本上是这个 敬畏分明的 苏联有它自己的集团 美国有它自己的这个自由社会的集团 两边基本上没有什么 这个互动 没有什么接触的 军事上 经济上 这个文化上 都是直接对抗的 所以它就没有机会 没有机会去参与这个 这个西方的开放社会 那么开放社会就是 它之所以开放就是 对这个开放社会所提供的这些 自由民主啊 它有机会均等的那么一个性质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行使自己的自由权利 做自己的事情 那么 之所以我们说这个 中共对自由世界的威胁 是全世界共同的威胁 是本世纪一百多年以来 西方民主社会所遇到的最大的挑战 是因为 所以中共不像苏联 它已经是和我们是融合在一起 结合在一起 它可以百分之百的利用 开放社会提供的机会 来持续它的全球争霸的 这这么一种野心 而来摧毁这个 让中共自己壮大起来 一些最基本的民主自由 资本主义市场 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有一种事情 就是 要拨乱反正的话 就需要对中共的那么一种性质 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 那么对这个清醒的认识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因为什么 因为中共它之所以跟西方社会甚至在一起 它也跟西方社会的一些特殊利益集团 带来很多好处 什么华尔街企业界 甚至一些学术界有交流 跟中国人民有接触的机会 那么这样子的话 就有一个这个 就有一个这个这个 这个手法的问题 呃 是不是能够搞一刀切 啊 那么我们在川普政府的时候呢 我们实际上花了巨大的精力 去考虑这个问题 怎么样做这个问题 就是不可能完全脱钩 但是不脱钩也不行 嗯 所以说我们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 比如说 那好 那个 你如果说要利用开放社会 呃 来做自己的这个事情 那么我们就需要你遵守规则 嗯 开放社会的工作 你呢 如果说你要盗窃西方社会的知识产权 那我们坚决依法陈处 所以在川普时期 我们对中共的这个 在美国的经济间谍行为 打击是非常这个不依于力的 啊 嗯 这是保护美国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自己国家利益的一个手段 另外一点 我们就把中共的这国际行为 呃 把它标准化 我们说你在国际上做的一些事情 你呢 一定要按照国际手法来做 你要不做的话 我们就进行反击 你比如说他 他利用这个 他的5G技术去控制全球的关键核心通信系统 那我们就觉得 你呢 由于你的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 情报法 间谍法 不明朗 你的这些所谓的这个企业 你要以这个 垄断了全球的通信系统 那你就对中国共产党直接服务了 那么我们就坚决反对 所以我们做了很多事情 这个 劝说盟友 所以中共他现在在5G的这些进展 在全球呢 他基本上没有什么 太大的进展 另外一点 那我们说 你呢 你要这个 呃 呃 要有全球的机会 你的这个公司 要在美国的 资本市场上市 那么我们就需要按照章程来办 你必须要向美国的这个银行监管 证券交管监管系统 提供有所有的这个开放的东西 那么他们不愿意做 那么我们就说 你不能杀手 这些东西是一系 慢慢慢慢做的 呃 中共呢 意识到这一点 这就是为什么反映出 中共这套制度啊 它的这个这个制度 它不仅仅是这个这个不民主 而且它有非常强烈的蛊惑性和欺骗性 对这种欺骗性 最大的这个这个 呃 转变认识的一个势力 就是香港 那么香港实际上 当然是非常这个 呃 一个大悲剧 实际上对全世界 有非常重大的政策上的这个影响 因为什么呢 由于这个中共对香港的自治 对香港的自由的剥夺 而且剥夺的那么残酷无情 那么我们 我们当时在政府里面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对中共的一系列的一些国际情绪 重新考虑 嗯 包括对台湾的潮流 所以我们也长期也参与了对台湾政策的一些重新划定的一个 这就是根据香港来的 如果说对香港的问题呢 对香港自由的剥夺呢 也对台湾的政治情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没有香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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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化 那么民进党他的这个台湾的这个民气就不会那么高 因为台湾的民选政府对香港的自由的剥夺 敲起了警钟 而且台湾的非常明显 对 那么这样子的话 也对台湾人民是一个是一个教训 呃 尤其是对全世界 对欧洲的国家 呃 呃 这个呃 这个 很多亚洲的国家 也对 由于香港的事件 香港这个悲剧 更进一步认识到中共的本质 嗯 所以说呢 他们认识到这个 这个 连香港这样的非常 庄严的承诺 都不可能这个这个保证下去的话 那么还有其他什么事情可以相信中国 所以香港在 嗯 中共对香港的这个自治和自由的剥夺啊 当然是一个悲剧 但对中共的打击也是非常巨大的 因为这个政府完全失去了国际信用 嗯 很多对中共抱有幻想的一些中间派国家 对中共都失去了这个这个幻想 嗯 嗯 你看到中共现在国际上还有什么朋友 基本上没有什么朋友 嗯 替中共说好说好话的人都是非常这个这个 呃 勉勉强强的 嗯 嗯 不可能成为他的所谓的国际朋友 嗯 周边的国家 哪一个国家跟中共是真正好起来的 嗯 对吧 这个 连本朝鲜跟中共现在也好像有一些这个 这个过不去 所以说呢 中共这个国家呢 他由于自己的这个一意孤行 在很一切的问题上非常孤立 呃 他自己觉得这个这个还是大国善事 实际上是非常虚假的 嗯 他在国际上在要推行自己的一些自国理念 一些国际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 香港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转折点 对 对 但是我觉得好像美国这种对中共 还是看 看不得很透 你比如说的 Atlantic Council 那个 The Longer Territ 只要废掉 其他就可以了 共产党还是可以 可以 所以这种 这种 这样的政策 还还还还能推出来 就说明他们对共产党的认识 还是非常 非常 非常浅 刚才我讲了这个 这个美国是个开放社会 开放社会就是什么 什么这个言论都有 有些高明 有高论 有谬论 也有一些 纯粹就是胡说八道啊 像这个呢 这个这个什么 Longer Program Longer Telegram 你刚才提到这个 这个基本上就是谬论 但似乎这个 Atlantic Council 那个报告 好像 好像 在厂商作用 现在 看拜登的政策好像就是 区别 习近平 对 这个我讲 这个这个是这么讲 就是说拜登政策现在还不明显 是吧 他基本上没有什么政策 就是基本上延续我们这个 这个 这个 呃 呃 呃 这个 这个 新疆问题 香港问题 不是习近平一个人的 之前早就有的 对 对 那么 呃 在川普这个政府里面 我们对这点非常清楚的 我们从来就没有把习近平当做是一个 一个 他个人把中美关系搞砸了 嗯 我们对中美关系的认识是一直追溯到1972年 嗯 而且是一个基点就是天安门1979年天 1989年天安门运动 嗯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提出来 这个 呃 美国对华政策 嗯 他一定要着眼于人民 嗯 那么 中国人民对共产党最直接的这个抗议 嗯 对自己的利益最直接的表述 就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 嗯 这是最全面的表述 所以我们要想到那一点 这就是为什么蓬佩奥国务卿 他每年在天安门这个呃 大屠杀纪念日的时候 都发表非常这个明确 而且非常这个 呃 有标志性的这个讲话 嗯 和陈述 都说我们对中国人民的这个 这个 呃 这个 呃 是支持的 嗯 那么 八九明明就是反共 对共产党的抗议方式 他表示不满 对共产党的权力镇压了 那么八九 实际上八九 这个 1989年是世界共产主义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年 那一年就对 共产党在全球范围内垮台 那么这个全球范围内这个 这个 宣起反共的这个 打起来第一枪 就是天安门广场 是吧 那么所以说呢 天安门广场失败了 但是天安门广场它所产生的历史意义 历史的影响 是非常巨大的 所以说呢 这个天安门不是一种完全失败 嗯 是吧 就跟香港 香港是自由 但是也不是一万人失败 它唤醒了 这个 全世界 对中共认识的全世界 所以说 加速了中共 跟这个全世界的一种脱钩 是吧 这个是历史的必然 你刚才讲到这个 这个 美国对华政策 就是说这个 美国对华政策里面 它有很多很多人觉得这个 个人的这个外交很重要 总统总是跟中国的最大领袖谈话 现在基本上都没有采取 拜登总统现在已经是 哇 八九个月了 嗯 他跟近平还没有这个见面 他就觉得这个都没有 即使你回到这个 我跟蓬佩奥先生 我们曾经写五言文章 在就是 六月份的时候 在天安门 运动 三十二十九年的时候 我们发表过一篇 联名发表的文章 我们就提出来 即使在共产党 最开明的人士统治下 他也是屠杀他自己的人民 嗯 邓小平是 公认了改革开放的先缺了 总是就是了 即使是这样的 是共产党的这个开明人士 他对自己的人民 他也是毫不留情的大屠杀的 嗯 而中美关系 最基本的驱动力 不在于美国政策 美国政府 政界 学界 社会 对华政策是 如何的这个强硬 或者软弱 这都没有关系的 最重要的因素 是中国共产党自己的言行 嗯 这就是 自己界定 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 最基本的标端 嗯 而在这个 中美关系 几十年以来 最低潮的时候 都不是因为这个 美国对华政策 采取强硬措施 而恰恰相反 比如说 美国 美中关系最低潮的时候 往往是这个 美国 呃 有这个 最清华的人 嗯 当权的 比如说 1989年 1989年是老布什总统 党权 他对中共是非常友好的 嗯 他是尼克松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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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讲原则的 这种交易主义的一个 非常 呃 忠实的捍卫者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1989年很可能是 中美关系最低的 一个地方 嗯 那么是中国对自己人民 打屠杀 而造成 中美关系的冷戴 是吧 你比如说还有好几次 中美关系非常这个 低谷的时候 都是因为中共自己 自己政府制造的 所以说 跟美国这个 这个强烟派 温和派 有关系 但是我觉得关系不大 嗯 尤其是现在这种情况下 很难想象拜登政府 他跟中共搞全面的绥靖政策 嗯 因为他如果说这样做的话 那美国人民 美国的国会 呃 美国的这个 这个 比较 对中共比较清醒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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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一定会加以强烈的反弹 这种反弹呢 可以用中共自己的言行 加以证实 所以说他现在这个 即使想跟中共这个 这个 这个绥靖 他也没有这种 这种机会 那 拜登政府 他做了很多政策 他 他好像是很 尤其 一件性 这种事都是坏 中共党的 你必须要大大过分 嗯 你必须要这个 这个 大刀斩斩 斩斩 他说他现在说他 我们要跟中共 要有合作 要有竞争 要有对抗 对 你要有合作 有竞争 你必须要有对抗 这不可能的 中共是说 你要么你跟我合作 要么你就不跟我合作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 我都知道他干嘛 对 这个完全是 但是呢 你必须要上台 嗯 中共这个 这个烂摊子 都会是世界上的一个 最大的威胁 所以说 现在这个 这个 这个 对中共这个 这个 很多人士啊 包括很多香港的朋友 以前对中共就是非常有这个 幻想 他们在不同程度上 都卷入了中共的 派系斗争里面 就是他们 站队 站到了这个改革派一边 然后反对保守派 什么 这个对他们都是很有教育的 中共内部 从本质上来讲 保守派 保守派 这个跟改革派 他当中都一样的 最终都是 共产党的执政 共产党的垄断 共产党的独裁 对 而且是 以中国人民的切身利益为代价的 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 这个 一代人 他已经 对历史潮流 最乐观的这个后果 就是 中共内部的 即使说出现了这个改革派 那么这个改革派的领袖 他要认清世界潮流 然后改权规章 放弃共产党 放弃共产主义 然后实行真正的民主自由 在共产党的历史上 真正有一个人做到了 那就是戈尔巴乔夫 那么中共现在在意识形态上 左派 右派 中派 改革派 保守派 都一致的把戈尔巴乔夫看成是一个大败笔 看成是一个对共产主义 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叛徒 所以说我看不出来中共内部有任何改革 真正的改革派 这是很难的很难的 即使有 也会出现像胡耀邦赵紫阳 他们有政治理想 但是没有破例 没有破例的根本的原因 就是他们没有把自己的政治理念 和中国人民的利益联合起来 他背后没有人民的支持 不像这个当年叶尔卿这样 叶尔卿他是不仅是在中共政治局里面 这个这个唱反调 他关键的问题 他很快的有和俄罗斯人民站在一起 所以说他站在坦克上做指挥 他站坦克上做指挥 全俄罗斯人民都拍手称快 军队听他的 这就是历史的这个潮流 所以说呢 在中国呢 缺少的就是这样一种政治破例的领导人 中国这个制度呢 他这个 不仅仅是采取渔民政策 他最大的一个坏事就是 对稍微有点领袖才能 稍微有领袖才能的政治人物呢 加以摧毁 加以这个这个 淘汰 他也不是淘汰 有领袖人物的 由于领袖气质 由于领袖才能的人 第一个措施就是把他们纳入进去 在共产党的权力掌控之下 了住党之后 纳入他的圈子以后 他给你一关半职 让你听他的话 这样就把你的政治前景给销毁了 当然你要说稍微有点反骨 那么你就毫无留情的就消失了 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这个 中共内部的这个 一些内在的逻辑 这个逻辑呢 他还有他自己的一套 马克思理论 他说这个叫土姑纳心 在习近平的时候呢 在邓小平的时候呢 毛泽东呢 对这些党内斗争呢 他有很多个人因素在里面 他就是独裁了 他就想 他对这些理论 毛泽东不懂理论的 他的所谓的一些著作都别人写了 毛泽东就别人写了 邓小平呢 江泽民呢 这些人呢 他是共产党主义理论的信徒 他们对共产党的理论呢 他们是做不出来的 他把党内斗争了 他把他理论化了 把他合法化了 他说这个叫土姑纳心 这是辩证唯物主义 辩证唯物主义 就是不断的这个 这个斗嘛 所以说呢 像习近平他跟他说 我跟这个 什么薄熙来啊 徐才厚啊 这个这个这个 呃 这个以前那个政法委 出去叫什么 周永康 周永康 这些斗啊 这个是完全是为了保证 我们党的利益 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做出来的 这个东西呢 是不可做的 不可不可避免的 他把他理论化合法化了 所以说呢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中国呢 这个最需要的就是什么 就是体制外的 有领袖才能的人 能够充分的 表述中国人民的利益 这个呢实际上是大肆所去的 嗯 你看 历史的这个 这个进步 就是靠这些人来的 孙中山就是一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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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谢谢